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一个族群的层面 从一个国家的层面 甚至从一个经济和政治层面来谈美国的种族问题 是不是真的像有些朋友说的如此之严重 对立和尖锐 所以今天我们非常高兴 我们依然请到的是贺卫律师 贺律师你好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好 贺律师 刚才我谈到了 其实我们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事件 也就是说从非洲裔朋友的一些作为上来讲 我们来从换个角度来探讨美国的种族问题 非常突出 我们在美国来不问 来的时间长 来的时间短的朋友们 都会看到一个非常突出的事件 街头抗争 最多的 或者说最激烈的 就是我们非洲裔 虽然在我们洛杉矶 拉丁裔人也不少 亚裔也不少 亚裔也曾经有过一些和平的游行示威 但是作为针对自己本身的社会问题 进行街头的抗争 非洲裔的朋友们是始终是比较激烈的 从我们洛杉矶早年1994年的这个Running King 大家很多洛杉矶的朋友到今天依然记忆犹新 到前不久在巴尔基摩发生事件 街头抗争 甚至街头的暴乱 是非洲裔朋友们的一种手段 还是说他们真的是被逼无奈 非得如此吗 这个呢 我们要从他可以从他的这个 我们非裔的这样的一个族裔 他们的历史 在美国的历史 来可以探讨一下 非裔的历史从17世纪开始 他们来到美国 美洲大陆的时候 那他们就是一个slave slave 对 他都是奴隶嘛 都是奴隶的身份 那你想奴隶和主人 他们这个地位本从一开始就是有高有低的 那从那个时候开始起 这个经济 教育 医疗各个方面 都是在这样的一个最原始的一个状态 那么从17世纪到后来美国建国 然后呢 我们的国父在制定这个宪法的过程当中 就很难得的已经加剧了这么一条 人 在这个土地上生出来的人都是平等的 人生是平等 人生是平等 就是这样是一个非常美好 也非常很令人向往的这样的一个目标 那么在美国定国的时候 我们的国父就提出了这样的一个目标 只是在这个实现的过程当中 理想和现实的差距还是很大的 是巨大的 那么到了60年代 我们的马丁路德金博士 为带领的这样的一个平权运动 一个那个civil rights这样的一个运动 也把那个我们非裔朋友的 各方面的社会地位 经济地位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但是呢 again 这个现实和理想之间 差距还是巨大的 像我们这样类似的案件 Ferguson的案子 比比皆是 然后呢 很多的非裔朋友 很多的这样的非裔人群 他们的经济教育 各方面的地位 其实并没有得到真正根本的改善 所以这是一个由来已久的 这样的一个情节 那么我想作为一个非裔的议员 他们一个member 那我想这种 Anger 这种愤怒 和这种无奈 以及是无助 各种各样的情绪 都应该是会有的 而且会有很长的历史渊源 那么如果是说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 如果他们的权利 都没有被得到认可 也没有得到被保护 那么街头示威 街头游行 会是一个 也不视为一个最直接 最直接 最大声的 这样的一个表达方式 那你们他们的声音 能够被直接被世人 被这个社会所听见 很有意思就是 四月底 奥巴马总统 在接见那个日本首相安培的时候 他做了六点 在白宫草坪上 做了六点的回复 就针对鲍巴马的暴乱 他就非常提出了这么一条 他说 在鲍巴马这样一个城市 和平游行的历史渊源已久了 从幼十年代就开始 只是有上万人都进行和平的游行过 只是他们的声音 并没有被这个社会足够的听到 反倒是 好了 一小桌那样暴乱分子 烧房子 抢东西 抢劫 烧房子 一下之间一夜之间 全国各地 甚至是全世界的这个媒体 就关注这个Baltimore的暴乱 然后Baltimore一下之间 一夜之间就成为了这个世界舆论的这样的一个焦点 那欧巴马总统没有明白指出来 但是我觉得他从侧面也提出来 是不是说喊的声音越大 我的行为越过激 我就越能够得到你的关注 如果我安安分分的只是上街游行 或者只是写书面的程序 那是不是说我的那个案子 我的处境就得不到大家的同情和关注 不过人家说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其实我们来到美国以后 我们发现美国其实并不是一个 这个特别喜欢上街游行的国家 我记得我曾经采访过这个香港的 这个议员访美代表团 他们说我们香港一年有七千多次的游行 我一听那么小一个城市 会有这么多次 这么多次 我说在美国很少 美国其实越战结束以后 大规模的全国范围内的各个城市的反战的活动 其实就已经没有了 比较突出的 对于一个民生议题的 那就是战略华尔街 从1999年的 在西雅图的反世贸开始 当然这个运动我们相信 因为今天不是我们谈的主题 我们不在这里谈 除了这些之外 就剩下黑人朋友们 这个一次一次的案件 一次一次的上街 一次一次的上街 一次一次的这种暴力事件出现 我看到当年在Ferguson打出一个口号 他说你不能听到我们 我让你感觉到我们 就说甚至打出一个口号 叫做最常见的口号叫做 没有公平正义 就没有和平 No justice, no peace 这种诉求 美国是个法治社会 我们的总统是非洲裔 我们的司法部长是非洲裔 难道我们不能通过法律 正常的法律程序吗 真的是需要通过街头抗争吗 社会成本太高了吧 我们有法律 在美国我们有法律 我们的宪法在几百年前 我们就定下来 就是说我们每人身来都是平等的 我们也有第一宪法修正案 我们有freedom of speech 就是大家的言论是自由的 你可以上街游行 你也可以发挥自己的想法 当然了你在这种游行 是在不扰乱社会治安的 这样的一个前提下 那六十年代 我们的那个马丁路德金博士 作为一个非裔民权运动的 一个著名的标志性的人物 他倡导的也是和平的请愿 和平的去游行 所以说游行本身是被法律保护的 也是一个可以倡导的 你只要这个游行的方式是和平的 非暴力的 那你想巴迪摩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已经超越了这样的一个和平游行的 那个切线了 有一小组这样的暴乱分子 烧杀抢 那这个就是不是一个游行了 也不是在表达自己的意愿了 那这就是犯罪了 我觉得这个是个别现象 这个和大部分的我们非裔朋友 上街游行 和平请愿 这是一个主流 这个是背道而驰的 而且可是问题就像您讲的 人们的平和的抗争 游行 好像媒体没这么太大兴趣 媒体有兴趣的还是那些挥舞的石头 打着火把烧杀抢的 极端行为 极端行为 似乎才能引起对这个事件的全国性的一个高度的关注 但是不管怎么样 非洲裔朋友这样的一种做法 作为他们来讲 应该说 我听过很多朋友跟我讲 非洲裔这种做法在某种意义上是有效的 因为美国政府 或者说我们的各级的政府能够感觉到 我记得在 福克森事件闹得很凶的时候 我们洛杉矶的警察局就要事先对非洲裔比较集中的地区 就要进行一个预防性的一个措施 当时把十号公路也封了 把这个几条街道也封了 非洲裔的朋友们的上街是单纯的对这件事件的不满呢 还是说他借此在发现 应该说两者都有吧 但是呢 不管怎么说 他们这样子上街游行 如果你是在和平的范围之内 这个是允许的 是法律允许的 也是保护的 那么如果你超越了这个界限 那这个就是违法的行为 就像我刚刚提到的 奥巴马总统在那个四月底 和那个安培首相白宫草坪上他的那个讲话 他当时就用了一个单词 他说现在这些暴徒 一小组的暴徒 他们上街游行 烧杀抢 他们所产生的一个效果 是contractive 是反面的 对 你这个虽然你的声音让全国听到了 让全世界听到了 但是同时你也让我们非裔社会的这些形象 受到了一些影响 负面形象太差 对 大家看到的是火光冲天 大家没有看到这个和平的游行 没有听到你请愿的声音 听到的只是这样的喧嚣和叫 整个城市是一片狼藉 那我想这样的一个形象 播送出去的话 对非裔社会 还是有一些负面的影响 也就是说 其实非洲裔的朋友 可能用这种方式赢得了社会的 对他的关注 甚至也抓了别人的眼球 也让全国性的媒体也好 全国性的舆论上都比较关注他 但是呢 在关注这件事情本身 也对非洲裔朋友的一些做法上 也造成了很多负面的一些观感 特别在美国这个社会 应该这么说 我想你我都在美国时间不短了 就我们个人经历中 我们多多少少都会感到一些种族歧视的因素 或者行为 甚至事情会存在 没有人会否认美国存在着种族歧视 我想任何一个人都会这么认为 但是就是这个形式本身 如何来解决我们的种族的问题 如何来解决非洲裔这些事情的问题 我们是不是一定要上街 而且上街以后 我们可能造成的效果 未必全都是正面的 实际关系我们先休息一下 回来以后我们请教何维律师 就巴尔蒂摩来讲 巴尔蒂摩的上街 所造成的社会效应 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 持续的时间要长 甚至有很多的损伤 是造成的是比较严重的 而且持续时间是比较久的 我们很多朋友 一看到黑人走上街头 就把它说成一场种族的冲突 种族的矛盾和种族的对立 其实不尽其然 其实里面它有更深层的原因 其实我看到美国的很多主流媒体们 他们其实早就已经意识到这一点 一直在谈 巴尔蒂摩市的问题 不是一个单纯一个城市的问题 是一个美国普遍存在的问题 也就是说非洲裔朋友 目前的现状的问题 究其根本原因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种族问题 更不是一个政治问题 很大程度 还是一个经济问题 为什么呢 我们请教何律师 何律师在谈到巴尔蒂摩市的时候 我注意到了这个华盛顿邮报 他作为在这个当地的 应该说离巴尔蒂摩很近的一个报纸 他就提到 他说巴尔蒂摩市的根本问题 还是一个经济问题 他也提到了当年1965年的这位 劳工部的这一位 或者叫副部长吧 Daniel Patrick Monahan 他后来做了纽约州的联邦参议员 他在1965年写了一个报告 黑人家庭的一个报告 主要谈的就是一个 他叫做The Case for National Action 对一个黑人家庭的一个全面的一个调查 这个报告可能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大的一个反省 原因就是说1964年平均法案刚刚开始行 可是将近50年 2013年有三家机构 对当年Monahan这位这个劳工部的前副部长 他的劳工部部长助理吧 他做了报告 根据他报告中的所有调查项目 50年以后做了一番重新的调查 很不幸 有些情况是越来越糟 就您了解这两个报告之间的对比 50年的变迁 对黑人的经济是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和影响 这个Monahan报告呢 出来以后啊 其实对当时研究和就是解决当时的非裔社会的主要是一个经济和教育问题 其实还是有一些比较深远的影响 但这个报告当中1965年这个Monahan的这个报告当中 Monahan他经过了他有一些他甩出了一些很惊人的数据 对 这些惊人的数据呢 他就直射了几个非常严肃的也很尖锐的在非裔社会群体里面几个严肃的一个问题 主要是这几个 他提到了一个是犯罪 犯罪率高 第二个呢 高失业 今天依然如此 对 教育失败 还有一个就是没有父亲 家庭 单亲家庭太多 单亲家庭太多 然后但是呢 这个Monahan他在这个报告当中 他就认为呢 刚刚提出的这一些社会现象 其实都归根结底一个最深远的根源就是来自这个legacy of the slave 就是一个当年的这种奴隶制 奴隶制造成的这些负面的影响 然后这个赫性循环从一开始就一直在开始 然后到现在为止 到65年都还没有喘过气来 这是他这个报告当中最主要的几点 那么2013年这个城市学院他们的几个学者 然后呢 重新对这个Monahan报告有一个revisit 重新研究 整整50年以后 他们研究出来的这个也是很惊人的 他们就认为除了美国medial class 就是中产阶级的那个非裔朋友 他们的经济和社会地位有一些提高以外 其他部分那边对比较贫困的非裔朋友来说 他们的经济 社会 政治 教育的提高是非常非常少的 甚至呢 有的呢 没有再进步 反而再退步 所以这个现象说出来呢 这是很让人心寒的 也很让人伤心的 但是很遗憾 那么现在我们这个报告出来 这些数据也显示 这就是现在目前整个国家 美国社会里面非裔群体 尤其是比较落后的地区 他们的这样的一个现状 也就是说说白了 也就是说一个人没有经济地位 就难谈政治地位 即便欧巴马做了总统 恐怕也不能根本的改变非洲裔现在的一个生存状态 一个一个种族的生存状态就决定了一个种族的 在一个国家当中和在人民心目当中的 你的一个社会地位的问题 这个报告 其实我特别注意到 这个报告它比较突出的谈到单亲家庭 因为我们在非洲裔 可能非洲裔的单亲家庭 跟白人和其他种族族裔不太一样 白人也好 其实在亚裔也好 很多单亲家庭 单亲家庭 但是很多孩子都可以健康地成长 都可以正常地成长 甚至还很有出息 反而就是因为这样一个家庭 反而激励他们一种奋发上上的一种精神 可是非洲裔不一样 非洲裔单亲家庭的特点是 母亲带着孩子不工作 完全或者说绝大部分在依靠社会的旧情 根据摩尼汉的报告 在1965年单亲家庭是20% 2013年高达60% 三倍的成长 这里单亲家庭引发的不仅仅是孩子的问题 有教育的问题 家庭的问题 经济的问题 那些母亲她没工作 就完全靠社会这一点救济 能维持家庭的基本生活已经很不错了 和谈再去教育 您怎么看这个单亲家庭对美国非洲裔朋友们造成的经济困境的影响 会有几个影响 第一个 所谓的这个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 当我们的恶性循环在17世纪就开始的时候 这个恶性循环在某些车会层面有一些缓 有一些改变 但是在其他的很多方面 尤其是对低收入的这样的一个非裔群体来说 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 也就是说这个雪球在越滚越大 那么你看几十年下来 从我们1965年这个报告的开了出来 到今天2013年 对2013年的报告再次报告 50年以后 在这个50年之间 社会成本生活成本各个方面的东西 教育成本都在增高 那如果作为我们这样的一个非裔群体 比较处于在这个社会 很辛苦的这样的一个社会群体这个过程当中 他们在辛苦的工作 在struggle just to survive 生存下来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 你要赶超这么高的教育成本 生活成本 这是很难的 当你自己本身各个方面的这个教育和经济地位 并没有得到提高的过程当中 也就是说你不可能成为一个正比 所以我觉得这也就是有可能 为什么65年的时候 拿社会福利的是30% 到了2013年拿社会福利的是60% 因为他们越来越觉得自己难以适应 难以afford这个社 生活在这个社会上的成本 第二个呢 还是一个 这个既然是这个恶性循环一开始 他没有得到抑制 遏制的话 那他就会越来越严重 没错 我认识一个朋友 一个那个非裔的朋友 一个女孩子 我认识她的时候呢 因为工作原因 她36岁 是一个非常诚实 也很乐于助人的 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女孩 但是呢 只有中学 只有初中文化水平 那当我们坐下来聊天 我就我想了解她 她的这个 她的过去的时候 她就会告诉我 这样的一个孩子 她长到36岁 她都没有见过自己的爸爸 她只有一个妈妈 妈妈很早就生了她 爸爸就走了 没有看见了 她的妈妈要出去打工 还要去上学 所以没有办法 也没有钱 到最后呢 当她还是一个小baby的时候 她妈妈 她刚出生 她的妈妈就已经用 她的社会设安卡 设安号 去做很多的贷款 去借钱 也就是说 等她长到16岁 她要去拿驾照 她要去开始做工 去打一份工的时候 那个时候她才发现 她那个时候 已经是负债累累了 事实上她自己 并没有借过一分钱 她有很多不好的记录 都在里头了 对 她的信用已经是很差了 因为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她没有办法去买车 没有办法去买房 也没有办法去做 任何信贷的行为 所以她找不到好的工作 自己因为没有好的工作 没有收入 她的身体的疾病 就得不到医治 所以就是这样子 然后因为也没有钱 所以没有得到更好的教育 那么作为这样的一个人 这样的一个女孩子 她本身 她作为一个人来说 她是一个很 有很多良好的品德 那么如果这个 她有一个公平的起跑线 能够像我们其他的 正常的孩子一样 有父母亲的关爱 给她足够的教育 那我相信她可能 能够成为这个社会上 一个非常有用的 积极的分子 但是因为她的这个 生活的起跑线 从一开始就已经是 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被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所以她现在 不管她怎么样的努力 再多的努力 她都会觉得很无助 那么也很难想象 她经过很多的努力 她的生活 能够达到她的预想的效果 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女孩子 也许她不是一个个体 也许是生活在现在很多 这个比较贫困的 非裔社会当中 很普遍的一个现象 那么我想这个也就是 毛利罕报告里面 折射的这样的一个 很不幸的社会现象 因为特别注意到 其实这一次 这个大家社会主流媒体 在讨论 这个巴尔蒂摩 这个事件的时候 其实大家更多的 很多观察家们 都在关注 非洲裔朋友们的生存状况 他们也频频的指出 毛利罕这两个报告 毛利罕报告和 毛利罕报告和 毛利罕报告的 这两个报告之间 折射给我们社会 所必须重视的一个问题 其实单亲家庭的 非洲裔的单亲家庭的问题 不是单纯的 没有父亲的问题 它主要是一个 社会上的一个 社会问题 经济问题都复杂 而且还有一个 很重要一点 他们这些父母们 连他们让父母了 就是他端的母亲们 能养活他们 已经很不错了 更不要说 再像我们华裔的 这些小孩子们 一会儿学钢琴 学跳舞 学这个 那这简直太奢侈了 那是根本不可能 当然 我觉得 华律师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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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律师说了 一个很重要一点 那就是说 其实这和17 17世纪 这一路走过来 非洲朋友的历史问题 和非洲朋友 过去在社会上 没有受到一个公众的 一个对待 其实都有关系 但是 不管怎么样 非洲裔在美国 五代 六代 都有了 所以 如何来改变自己 其实 与其 很多朋友说 与其我们去 街头抗争 是不是我们 应该关注 我们的生存 实际关系 我们先兴许下 回来以后 我们就这个report当中的一些其他问题 我们继续请教 何律师 因为家庭所带来的另外一个问题 是教育 教育不好 带来的另外一个问题 是就业 就业问题解决不了 带来的 当然 那就是生存状况的问题 非洲裔朋友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那就是一个生存状况 在50年间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 甚至有些经济指标更加的糟糕 何律师 其实在Moneyham Revisit这个报告中 其实第二个部分 他谈的比较多的 就是非洲裔的教育问题 比如说 现在非洲裔朋友们的高中的辍学率 比较高 上大学的比例比较低 对于家庭来讲 能给予的教育更是有限 当你的教育不能够跟上去的时候 我记得当年 加州在争论平权法案的时候 Berkeley校长田长林和UCLA的校长 两位校长 共同在捍卫平权法律的时候 他们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观点 他们就说 教育是什么 教育是给一个族群的一个希望 尤其是高等教育 是要培养精英人才 能用这些精英人才来影响这个族群 教育是让这个族群走出自己的困境 一个重要的途径 一个合法的途径 我们为什么不给他们 我们为什么要取消 这个平权法案 当然了 那个时候 二位最后在争论的结果 他是跟州政府争论 当然最后我们加州的民众 还选择了取消了这个加州 读UC系统的平权这个的问题 但是非洲裔的朋友们的教育 确实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您怎么看 他的教育和他现在的生存状况 以及所引发的一些社会问题 这个问题呢 其实那个Moneyhan那个report 那个revisit 就是第二份报告中 其实有一些阐序和那个 他的那个解释 我觉得可以借鉴一下 就说呢 50年下来 美国的这个非议的这个中产阶级 新的中产阶级 他们的经济地位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因为他们的经济地位的提高 所以他们的孩子能够上好的学校 接受更好的教育 那么他们这一部分的 一小部分或是一中部分 他们这样的家庭的孩子 他们就慢慢慢慢的 在这个社会的阶层的楼梯上 就会爬得越来越高 那么一部分 甚至是一大部分 这种比较贫穷的非议家庭 他们还是在原地在踏步的 那么随着现在这个社会 各项成本都在升高 教育生存 那如果你们这个 我们大部分的 或者是一部分的这样的非议朋友 他们的经济地位 如果没有得到改善的话 那要生存下来 要寻求更一步的发展 又谈何其难呢 所以也就会造成 这个 就是同样是非议群体 他们的精英部分 它在社会越来越高 这个呢 反之这个部分 诸价阶层越来越大 然后他们的对比 悬殊会越来越多 然后就会有这样的呼声 以及是这样的猜疑 非议的精英阶层 真的有没有代表 我们非议大本营的 根本的利益 所以您就说到另外一个根本问题 我特别注意到啊 当这个Michael Brown事件出来的时候 我记得有一次 这个在一个美国主流媒体 大家在讨论问题 都是一些非洲裔的朋友 我非常我非常吃惊 他们都是美国一流大学的法学教授 甚至是有的是系主任 有的都是美国知名的法学专家 也就是说非洲裔的精英阶层 他们真的是非常优秀 可是反观非洲裔的中下阶层 真的是糟蹋的 这个差的一塌糊涂 非洲裔这种精英阶层和中下阶层的分离 反映了什么问题 或者说这样的一种分离 是不是造成非洲裔不能根本改善自己的 生存环境的一个因素呢 我个人认为呢 这个也还是case by case的 因为那些少部分的 这个非洲裔的社会精英 它不能够代表我们非洲裔 这样那个大的社会大本营中 很多杰出的很多优秀的 这样的一个群体 那比方说像奥巴马总统 你比方说像那个 我们以前的前国务卿 你像我们的这个 Junglees Rice 对 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那个电视秀 台湾情电话秀的这个Opera 这些都是一代这样的社会的精英 绝对是精英 也是精英 但是他们在他们的这个节目也好 他们的也 他们都表达了自己对于非洲裔 每一个同胞里面 尤其是这种低层同胞的 他们的这种同情和关注 反之您刚刚谈到 这个也是存在的 那一批人也是存在 但是我觉得他们不能代表 现在是处于非洲裔的社会精英 这样一个大的这样一个层面 你说社会的 非洲裔的这个精英们 其实他们并不能完全代表 非洲裔的一个发展趋势 对 他每个非洲裔的朋友们 一个很大的这个特点 就是精英阶层和中低阶层呢 是有巨大的分离状态的 我记得当年欧巴马当选总统的时候 很多人就说 欧巴马总统书写的历史 他是非洲裔第一个非洲裔的总统 纽约的一位非洲裔的朋友 公开跟记者说 错 你们错了 欧巴马不是第一个非洲裔总统 非洲裔的第一个总统是克林顿 因为他真的对我们非洲裔好 所以看得出来 非洲裔朋友们其实是感觉着到 就是说 关心他们还是不关心他们 但是不管怎么样 现在的非洲裔 政治地位应该说空前提高 都已经做到总统了 没有再比总统再高的政治地位了吧 都已经做到总统了 可是 非洲裔 无论是失业率 家庭的贫困率 吃政府救急的比例 还是他们的学校教育程度 都是美国社会的最底层 美国毕竟是一个国家 并不分白人国家 还是黑人国家 还是亚裔国家 因为只要在这块土地上 认同这个国家 大家就是一家人 而少数一部分人好 一部分人不好 这种差距本身 也是一个很大的麻烦 所以说到这个问题 又不能衍生到另外一个问题 那就是现在大家比较关注的贫富差异比较扩大 其实说到再远一点 从1999年的西雅图的世贸的一个反对 到后来占领华尔街 到今天的一系列 在全世界范图都有这样那样的一种抗议行为 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诉求 那就认为贫富差异过大 贫富差异在非洲裔的这种问题上 是不是也是一个矛盾 尤其非洲裔 它跟白人的朋友 经济差距太大了 越来越大 这是不是对他们来讲 也是一个造成他们的社会经济各方面问题的一个 另外一个因素呢 肯定是但是绝对它不是一个偶然的 它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普遍的因素 你看在我们国内在中国 贫富差距也在也在发生巨大的变化 现在我们谈判的报道说 现在中国将近90%的财富 现在是掌握在10%的人手里 那对那反过来美国 我们不要说是非裔社会 非裔群体 那我们就是白人群体 我们这个华人群体 难道我们能够说 现在我们的贫富差距没有吗 现在富人越来越有钱 他们用资金进行资本运作 他们赚钱的速度 赚钱的这个效率会越来越高 没错 然后呢这个穷人 靠劳动来赚钱 这个底数是很低的 那只是会越来越少 所以这个贫富差距也在增加 所以我觉得不光是在非裔 社会群体里面贫富差距在增大 在其他族裔里面 在其他国家里面 这种现象也是很普遍的 也就是说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也就是贫富差异的扩大 作为一个资本主义发展 作为一个或者市场经济发展的 一个必然结果 或者说一个连带现象 其实这些情况的发生 使得非裔朋友的经济状况 越来越恶化 对这是一个因素 也许也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也就是贫富差异 其实贫富差异代表的后面的一个 另外一个含义就是公平正义 社会上的公平正义 如果得不到一个根本的改善的话 就很难说这个社会 大家每个人都会高兴 特别是非洲裔朋友 他们以一次一次的接头抗争 甚至以这种极端的手段 来呼唤社会对他们的关注 固然这里面有很多因素 值得商榷 但是有一点说明 他们在很多方面是被忽视的 或者说他们没有被重视 尽管非洲裔的朋友 已经做到了美国总统 可是非洲裔 普通老百姓的生活 并没有因为欧巴马做了总统 而发生根本的改变 而经济状况的持续的低下 甚至恶化 是非洲裔现在朋友们 各种极端行为的一个重要原因 您同意这个说法吗 我完全同意 这个是几百年遗留下来的问题 不是一个新的问题 所以我们不是靠一届总统 一届州检察长 一届联邦检察长 他们能够从根本上改变 或者是改善的 我觉得这个从国家到个人 都应该有所为 而不是无为 或者是回避这个问题 从国家你可以借鉴历史 你可以看看其他的国家 他们有成功的经验 可以学习 采取一些措施 作为个体 你也可以通过个体的努力 让自己的 通过个人的奋斗 让自己的各方面的状况 得到一些改善 那我觉得从各方面 全方位的这样的进行改善 才有可能 有希望 把这个问题 得到一些改善 和彻底的改变 因为确实 就像刚才何律师讲的 其实要改变一个 一个族群的生存状况 其实光靠他们自己 当然他们的努力是必须的 同时社会 包括政府 包括我们每一个人 其实都有义务帮助他们 因为帮助他们 就等于帮助这个社会 帮助这后 就帮助我们这个国家 帮助这个国家 就是帮助我们每一个人 其实这个道理 我想我们很多朋友都懂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只能跟何维 和何律师 我们聊到这里了 其实非洲裔朋友 还有很多其他的问题 特别是教育问题 隐身来看 教育问题所连带的东西 就更多了 家庭矛盾 教育问题 甚至包括 非洲裔朋友 他们的很多犯罪力 都跟他们的经济地位的低下 都有相对的关系 所以非洲裔的问题 特别是非洲裔 街头抗争的问题 不能单纯用黑白的 种族矛盾 来解释所有的现象 这里面 只有改善 他们根本的生存环境 大家能够平等的 公平的生活在这个社会当中 大家才能够新评计核的对话 很多问题也许就会比较容易得到解决 今天非常感谢何律师 谢谢您 谢谢 也感谢我们观众和听众朋友的收看和收听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